重管处 轮天油气区 今年6月份正式无偿拨用给卓西乡公所之后 除了挂牌证明为股丰不农部落园区 同时还推办各项多元产业活动要活化 不过却也发现园区设施环境老旧破省 因此特别赤字了200多万元要修缮整顿 乡长吕碧贤表示 未来会朝向多元沿袭教育中心的服务来发展 不论是园区前广场的透水砖 还是跳舞城地面 施工人员全部刨除 再重新铺设水泥地整坪加固 乡长吕碧贤说 要一次解决股丰移入感布农部落园区 老旧破损 凹凸不平及恼人的积水问题 我们这次花了大概200多万 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 因为我们必须要把它整理好 然后将来都是成为一个最好的环境 将来如果要来借用的话 大概有以50个为一个单位会比较刚刚好 如果超过了可能就太拥挤了 主席乡公所今年6月从观光局华东众馆处的手中 正式无偿拨用古风春轮天油气区后 期间也办理登山生态环境 人文宗教及产业行销推广等相关研习活动 而当时就碍于飞园区主管机关 就饱受设施老旧破损的困扰 如今相公所无偿拨用 立即斥资200多万元来整治修缮 现在我们以路感布农布洛屋 现在正在做整个环境的改变 包括室内的一些装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准备把它转型做科学环境教育中心 会做一个使用的管理办法 所以会着收就是清洁费用 让我们自己在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 都能够有自己的津贴 园区修缮整件工程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 若没有问题预计将在年底完成 现在相公所也积极着手 拟定园区管理使用办法 未来乡长吕毕贤表示 将朝向多元化的研习教育中心的服务来发展 记者时玉兰卓西采访报道